光明正大 還有去無存精 就連捷運燈箱上 也被噴上存好新證件的字樣 這是臺中捷運久德站外 遭不明人士噴漆塗鴉 時間就在七月一號晚間九點多 一名騎士騎車來到捷運站外 留下牆上的塗鴉之後就離開 臺中捷運久德站二號出口的位置附近 成了塗鴉者噴漆的案發現場 其中噴上光明正大字樣的角度 有監視器對準 嫌犯仍舊光明正大噴漆塗鴉 但最後光明正大被人刷上一層油漆蓋過去 至於去無存精字樣 暫時先用A4紙張貼上蓋住 被寫在捷運站燈箱上的存好新證件 則以清借劑 擦拭還原 警方懸憲找到五十歲成績民眾 疑似為了宣揚佛法才會噴漆塗鴉 警方偵訊後將他依刑法毀損罪 喊送法辦 就這三句塗鴉在牆面 或燈箱上的口號 讓曾發生過重大刑案的臺中捷運 如臨大敵 王子瑜 曾發生過一台中才放不到 按照片